人不作出犧牲就不會得到任何收穫 如果想得到一樣東西 就一定要付出對等的代價 這點就是練金術的基本原則 等價交換 大家好 歡迎收看動漫順望外 今天我們借了長洲的外景 你看多漂亮 好 先回來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 鋼之電金術師的等價交換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叫等價交換 好 外景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交給廠的同事 鋼鏈的動畫是兩輯 第一輯的內容雖然是改編 但也沒有近期某個改編的動漫那麼過份 我有沒有英俊了 網上有很多人都已經說過 鋼鏈和信仰有什麼關係 有些文章是分析鋼鏈的哲學史上 有些甚至很嚴重地說 各面是違反了很多基督教的信仰原則 其實還有什麼好說 我建議你考慮少一點 講一點沒什麼用 好了 現在我們就進入正題了 整個故事就是由艾力克兄弟 進行人體練成失敗之後開始的 他們去努力溫延者之石 希望達成他們的心願 全世界人都這麼堅持 為什麼你的堅持就一定要得到應有的回報呢? 好人認識你啊 是否努力做運動就會很健康不會病呢? 每天工人清理垃圾 是否環境一定會乾淨呢? 是否努力找圖錄 找資料然後寫論文就可以得到好成績呢? 是否工作很勤力就一定會得到老闆的讚賞 然後就得升職加薪呢? 這一堆坐在那裡那些呢? 走了那些呢? 他們沒有努力嗎? 那我們就要一齊看看 降鍊裏面練金術的定義了 練金術是分析、分解和重組物質的科學 並不是萬能的科學 無辦法無中生有 想要些什麼就必須要付出同等的代價 這個就是練金術最基本的原則 等價交換 但是唯有人體練成是禁忌 任何人都不可以破例 等價交換就是將一些成份拆散 重新變成一些新的物質 所以作為一位廣章的練金術師 投放了很多時間精力去寫一篇廣章 但是很可能這篇廣章都是令人不滿意 輕則就會令到匯眾全部進入沉思的狀態 重則是會得失上帝的話語 究竟是不是在練成這篇廣章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出現呢? 我們應該如何解讀現實世界不似願期的等價交換呢? 周興障,和朕再測試 我們可以嘗試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這個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要我們學習一些功課 就好像艾利克兄弟 他們進行人體練成的時候失敗了 哥哥沒有了隻右手 弟弟整個身體都沒有了 他們很努力地去找賢者之石 希望幫艾爾找回整個身體 在過程裡他們就知道賢者之石 以至他們親生爸爸的秘密 更加明白到等價交換的真正意義 或者廣章不似預期 其實是廣章之練金術師的技術問題 需要在解經上有所學習 第二,這是上帝的恩典 他要我們知道人有自己的限制 在動畫差不多最後一幕 愛德華去到真理之門那裏 想拿回弟弟的身體 真理之門就告訴他 只能夠選弟弟的身體 或者練金術 兩樣東西只可以選一樣東西 這個就是愛德華他的限制 我要殺 講張寫得不好 很可能就是上帝給他的限制 他要接受這個限制 仍然忠心去到預備和宣講 面對著世界上不似預期的等價交換 我們好像很無助 哪裏才是出路呢? 傳到書九章七節裏面 有智慧的所羅門這樣告訴我們 你只管去歡歡喜喜吃你的飯 心中快樂喝你的酒 因為神已經越納你的作為 在一方面 我們要忠於上帝 按上帝給我們的恩賜和戒限 盡自己作為上帝子民的責任 迎接每日的挑戰 另一方面 正因為我們忠於上帝 我們所做的上帝必定會越納 就好像經文裡面這樣說 所羅門叫人歡喜快樂 去享受他們所擁有的人生 這個也是上帝所賜給我們的 以上就是我看完降念FA之後的信仰反省 不知道你對於等價交換有什麼看法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 提提大家 本書和等價交換都不是聖經記載 無論比喻會涉及風險 容易炒車甚至招致損失 如果想拍上帝的道 都是多些讀聖經 當然最後當然要記得CLS的影片 和Subscribe的頻道 今集和萬象網到這裡 下一集見 我現在繼續去Staycation 有機會再去看長洲美食的介紹 拜拜